阿末西林副作用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姚洪平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药剂科副主任药师 阿末西林大家都知道 它实际上是一种抗生素 那么它是抗生素的话 所以在用的时候呢 第一个就是它有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 那么过敏反应的话 有的人可能不太一样 有的人用了以后可能会出现皮疹 有的人可能会用了以后 出现的过敏反应呢是哮喘 所以呢这是阿末西林最常见的 一个不良反应 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敏反应 第二个就是阿末西林用了以后 可能会引起粒细胞 或者是血小板的一个减少 第三个呢就是阿末西林用了以后 可能会引起这个肝功能的损害 但是呢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第四个的话就是阿末西林 在生功能不全的患者 或者是我们在大剂量用的时候呢 会引起患者的一个出处 所以呢这个药在用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你要用阿末西林 那么你一定要给病人说 你的肾功能是不好的 那么病人可能会根据 你的肾功能的情况呢 会调整这个用药的给药剂量 或者是给药的一个间隔 我会给药剂量的肾功能是否败的 我会给药剂量的肾功能是否败的